我不找他 我给你做哪吃的 我不想吃 我什么都不想吃 不想吃呢 我也什么都想吃 我饿着呢我 那咱们就什么都做点 我去帮你做面条 我给你做菜粥 好好好 行了 你不要在这儿了 我一个人就够了 可以了 我去做面条 我我我做菜粥 你等会儿啊 马上就得 哎 干什么 我来 我洗菜还不行吗 行行行你洗你洗 就跟你做制作这个家似的 明明人家就喜欢 要喝这个青菜粥 你还非做什么热汤面 谁说的 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 她是我老婆 你多久都没回来了 很多事情都变了 哎哟哗哗哗 青菜粥你知的面条在哪儿放着吗 放冰箱了 尝来啊 我告诉你吧 他病了就爱喝青菜粥 不吃什么青菜粥 知道吗 哎呀 你们炒什么呢 你了解他 干嘛呀 他就刚睡着就给你炒醒了 对对对不起啊 说你呢 我说你呢 你是不是病了 就爱喝这个青菜粥 你看他还做什么 什么面子去啊 你刚才跟我说 想吃青菜面的嘛 对不对 哎 他是我老婆 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 你就多久没回来了 行了 别说 他病了就喝这青菜粥 头都大了 太好解决了 都做 听见没有 都做 都快点 我跟你废话 从现在开始 我不说话了啊 看谁做得快 别牵着手了 别牵着手了 李灵人吧 你还别说 还真睡着了一会儿 是吧 真好 好像还做了一个小梦 哦 但是没记住梦什么 那好 没记住好 睡眠之量好 对 对 吃面吧 这是你 你做的 我做的 我还加了个蛋 这是你的 对对对 来 先喝这个 行 说实话一点食欲都没有 多少吃一口 来 我先吃吃吃吃 你吃 我那也吃 我俩都吃 你放着行吗 哦 好 好 好 咸菜呢 我整个白沙发的 真是 这无法下咽呢 你怎么这么吃嘛 谁能吃下去啊 挨的 你瞅瞅 就是 你看看 你这个青汤面 怎么不放酱油啊 你那也没啥啊 我 我菜 行 你不是病了吗 你怎么没法吃 吃点蛋的 哎呀 经理了你 经理了 我跟你说 我都吃不下去 哎呦 别别别 我喂你 我喂你 来 我 不是啊 我只要一想你那 吃了 就要那个嘴脸 我就生气 你说他为什么要冤枉我呢 我是好心好意的 给他按摩什么的 他按摩管门口坐的 用杂股帽又什么的 他怎么缺德呢 我跟你说 这缺德 你说你找什么玩意儿啊你 这大个眼睛 太缺德了 你先这儿 回头我再收拾他 来 我喂喂 你先你先 这儿 我不饿 你真是 来 我喂 我吃了 吃了 不用喂 你放着吧 你 你回家喂他去你 你看 我真是受不了你 你都已经得逞了 你刚好享受你的劳动成果呗 你除了还豁个眼 看你说的什么让老李听着 这多少吃一点 哎对真好 哎对对对对 别生气别生气 真的我跟你说他太过分了 是也就是你这谁受得了啊 你不要跟人这种人生气了 你别听我加醋了 你俩能够吃 你吃东西快 你我爸妈 你让不让我吃了 给我点吃 我点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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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嘴 闭嘴 什么天啊 吓死我了 别怕别怕老公 只是打雷而已 我不怕谁怕了 我怕你害怕 老婆我跟你说 嗯 你说啊 现在那些读者 那些粉丝是不是都是老参 为什么 我明明写的是盗墓恐怖动作悬疑的小说 那么好看这个东西 他们竟然说是一个喜剧小说 你说可笑不可笑 老公 你想听实话吗 当然想啊 那我说了 说吧 你想啊 想写出点好的东西 怎么说也得有亲身经历吧 你说你每天在家这样窝着 能写出什么套 我能有什么亲身经历 所以我跟你分享一个 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好吗 在我以前还在做护士的时候 有一天 我们医院转来了一个白血病患儿 他妈妈每天在玻璃窗那 天天陪他聊天 天天来看他 嗯 这不是一个母子动人的 那种催人泪下的故事 哎呀 这只是小部分别着急 那请你说 听我说啊 我听 嗯 有天晚上我只也搬 经过那间屋子的时候 我看见他妈妈还在 没走 我就去问他 阿姨 你为什么不回去呢 他说 我觉得我们这孩子 是治不了了 我想转院 那你要转院 要等到第二天 医生都上班了吧 是吧 第二天早上 孩子他爸来了 我见他爸爸就问了 你是不是想转院呢 他说 你怎么知道 我就告诉他了 我说昨天晚上 他妈妈告诉我了 嗯 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孩子他爸爸 嘴巴张那么大 他就说了一句话 就把我给吓弄了 什么 他说 我老婆昨天下午 在去医院的路上 出车祸 到时候就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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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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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谁啊 老公 啊 我害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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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 我看 你看 你一个大男人 你去看 快去啊 我去我去 好 我去 老公 别怕 别去软 我 我 怎么搞的啊 怎么回事啊 老公 天津 醒啊 我动开 醒醒 醒醒啊 啊 住院了 您非要放任他出去 他没生活经验 人家朱利亚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他还照顾他 你说你 你这烧刚好他又烧了 你要在这儿不管他 你这儿子烧坏了脑子 别指着我能救他 那赶紧走吧 你去哪儿啊 医院呢 对不起 我再也不吓你了 头疼 怎么办呢 妈 怎么搞的呀 怎么弄得我儿子还发烧了呢 我是想帮他 帮他什么呀 不怪他 你发烧了怪我行吗 不怪你怪谁呀 怎么照顾他呀 不怪艳艳 怪我自己 这两个太不省心了 太不省心了 妈 这会儿知道就妈了 早干嘛去了 不挺有本事的嘛 知道妈好了是吧 嗯 不行那个回家吧跟我 嗯 在这儿你说你这吃不好睡不好的 那朱利亚去跟那个医生呢 能不能这出院了 好难受 难受 妈 我远徐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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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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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那小锅饭全你这吃了 妈跟你说你做的饭真的太好吃 太好吃 这个菜呀真的是 我都吃不过 还往外跑 我跟你说你拿着棍子赶我 我也不跑了 赖人 觉得我挺荣幸是吧 我荣幸 老师吃快吃 我这个 干嘛啥 你说 你说 真假假这算结婚了吗 什么叫算呢 就是结婚了呀 只要领了证 在法律上那就是夫妻了 是这个利益 但是缺少于形式 你说你还能长这么算 打扮打扮 穿上这礼服 然后您儿媳妇又这么漂亮 穿上婚纱 我也真是 郎才女帽多般配啊 就是 妈你也是女人 你知道的 每个女人心里都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你想白色的婚纱 红色的地毯 我知道妈啊 那个办婚礼确实特别糟糕 而且很索性的事情太多了 但是您放心 我身边那几个哥们全结婚了 他们会把我这些事情全都料理 其他的我们都自己搞定 最重要的是妈 办婚礼挣钱啊 你一直以来放长线钓大鱼 你看每个人结婚您不知道多少红包 您人缘多少呀 街坊四零还有您的朋友 需要您说一说您儿子结婚了谁不来呀 这大把大把的分子间就全回来了呀 就是 是不是 你说股票还有风险呢 这婚礼是 没有风险零风险 对 是包装不赔的 嗯 综上的所说 这个婚礼呢还是得办 您觉得我说有道理吗 您别不说话 你俩说得挺痛快呀 一唱一和的 配合得相当默契 但是告诉我们啊 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 虽然是你俩结婚 但是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上 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现在当务之急的是什么 赶紧把碗捡 出来啊 那晚晚发了 然后把地再拖一下 那你洗碗我来拖地 你拖地 那洗完碗以后把地给拖了 知道吗 好 我都都都我干 来来来 就你们俩这一天好吃懒做的 还想要婚礼 一切看你们表现 快点 朱莉 快 来了来了来了 赶紧收了 来了来了 来来来来 给你回来 来来来 快 干嘛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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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 姐 您太漂亮了 你都已经闪到我眼睛了 这是 这是 就是 你又有什么事啊 帮我跟妈说说吧 你说领结婚证的事已经过去了 我们俩就想办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你说一个大姑娘进咱们家 得名媒证据是吧 那你爸呀 不是妈不同意啊 我跟妈嘴巴收干了 她就是不同意 所以现在只能你出马了 就是啊姐 你也是女人 你知道每个姑娘都想要一个完美的婚礼是吧 帮我说说吧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 我尽力吧 暂时我也不一定保证能说得通 没问题 走 你先别追着我 我约了人我赶时间 我回来再说好吧 那你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啊 哎呀 很紧的呀 吃早餐了怎么 吃吃吃吃 哎呦喂 妈我进去吃啊 我也进去了 妈我不吃了 我约了人 不吃早餐 我约人在咖啡厅吃 大早晨去咖啡厅约谁啊 约我们同事 该约的 那我走了 不是 去哪个咖啡厅啊 五只猫 我知道你最爱去这个咖啡馆 我走了啊 来不及了啊 李尚啊 你好 我是你花椅 这儿呢 这儿呢 来 走走走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约了你同事吗 我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说 我要向你求婚 他就走了 你神经病啊 我说真的 你看 我我记着都买好了 我跟你说第一 我不喜欢你的东西 第二 我最讨厌人家监视我 我再警告你 离我远一点 别再跟着我 回来了 那五只猫不错是吧 我就觉得那个咖啡馆环境特别好 跟你上谈的好吗 你怎么知道他去了 你怎么知道他去了 猜的 我有千里眼 您猜得真准 是您告诉他的吧 妈 我是真不喜欢人天天这么盯着我 监视我 你要不想让我跟李尚连朋友都没得做 以后这种事就别再干了 好吗 我也跟你说 我也不喜欢你整天这个态度 弄得我就跟孙子似的 不说吧 忍不住 说了吧 你就总的这个态度 我跟你说吧 娜娜 有时候我心里我特别难受 冤极真的 养儿女都是冤极 行了妈 不说我的事了 人静波那婚礼 你到底给不给人办了 办哪 谁说不办了 那就说气话 儿子一辈子这么大的事 哪能不办呢 再说了 这么多年随了多少份子 还不趁机挣回来 娜娜我还想跟你说了 你别和我说了 你还是赶紧抓紧办婚礼吧 只要你忙着办婚礼了 我的事啊 你也就可以不管了 你放心 我再忙 我也有空管你的事 因为这是我当妈的 应尽的责任 似着 你请 欢迎光临 你忙了 没事儿 我先去 我先去 这么早 张女儿在这儿等我呢 你来干吗 我来参加婚礼啊 阿姨亲自给我发了请柬 再说 未来小舅子结婚 我这当姐夫的 怎么可能不来 干吗呀 谁是你结婚的 你是谁姐夫啊 金波结婚 你是她姐夫 我是她姐夫呀 拿着 我跟你说过了 不要再打扰我的生活 我没打扰你生活 是阿姨请我过来的 我是客人 好吗 金娜 今天你特别漂亮 对了 对了跟你说个事 做你朋友吧 真的 比钻石还真 我心里有人了 没关系啊 我可以等啊 我也可以给你时间 直到有一天 把你心里的那个人 进出去 对不起 稍等一会儿 马上就开始啊 随便 随便 吃好喝好啊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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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便 自便啊 方黎 欢迎光临 恭喜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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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那个画都挂好了吧 挂好了 其实你在北京买的房子 花指脚都跟我说了 是吗 有时间 过来坐坐 好 谢谢 现在还有点时间 要不然咱们 聊两块钱呢 我跟你好像 没什么可谈的吧 不能这么说啊 你现在喜欢的那个她 是我孩子们的妈 所以有些话 我得叮嘱你一下 我问问你啊 你对花指竅 到底什么意思 你是想圆圆自己 年轻时候的梦 还是你真的想娶她 今天这个场合 好像不太适合说这个吧 有什么不适合她呀 咱们都是男人 你说实话 无可奉告 还无可奉告 我告诉你啊 你这态度 就是没有诚意 你要是对花指教没诚意 你就别招她 招了她 你还就得负责 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伤害她 那我对你不客气 这句话 好像你说反了吧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花花 伤害她的人 好像是你吧 行行行 我不跟你多说了 反正我就告诉你 你的一举一动 我都盯着呢 做什么事之前 你都想清楚了 放规矩一点 不然的话 我让你吃不了 揍着走 花姨 花姨 恭喜恭喜 来来来来 不好意思来晚了 没有不晚不晚 花姨 你今天好漂亮 还行 这有名风起去精神说 对了 这 那个 你觉没觉得 这有点眼熟吗 李生 你看看 等等把你名字说下来 生意 印象太深了 那个金娜的顶头上次 你住院的时候 那个 方姐姐 方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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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主任得谢谢你们 就是当初在医院的时候 特别好好照顾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添麻烦了 添麻烦了 没有 那爷 我能给帮你们做点什么 就需要做的 就做那座就行了 那边去 对 那行 方主任那你先 快去做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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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孩子多好 你说好不好 多懂事啊 你啥意思啊 我就问你她好不好 你这是 看金娜是不是 看金娜得好了是吗 好了就好了 怎么了 我跟你说 她对金娜特别特别有意思 她是金娜呢 多好 不来店啊 人家总是善感呢 她就总是腿腿 急死我了 多好的条件 你看这个儿 这什么样什么 而且父母全在外地 不是外地是国外 结了婚就没有婆媳的事 是不是 在国外这不 这不金娜以后 对 多好 而且开什么4S店呢 这么好几个公司 哎呀还有钱 人又好又有钱 又没结过婚 你说你说哪样哪样 那尽量想上 那这么好的条件 所以你得帮我呀 只要跟金娜面前 就说她好 我要到单位 你就天天跟她说 我见着她 你上多好啊 人你这 是吧 你特别好 你别人得分别 行了行了就这么着 我跟你讲成不成 就再费你了 要不成我就找你孙长 我压力大了 行行 快去坐 快去坐 好不好 还好 还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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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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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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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